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顾海秀禅 这个视频呢也是为解惑而讲啊 就说为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错过第一轮新能源行情的当下的下跌 难道不会催生更好的一个进场机会吗 这也是呢有粉丝问到一个点 就说呢新能源是不是结束了 后面还会不会有反复的炒作 那么今天晚上呢给大家解答一下 首先呢先把自己的观点放在前面 错过第一轮新能源行情的 那么呢当前调整之后 必然存在新的绝佳的机会 但是重点是选股和折时 好 重点在于选股和折时 好 那么咱们围绕着选股和折时 包括呢板块指数的态度来给大家去讲解啊 首先的话呢当前像我们的郑州美电和玉农空股 两只呢高标的股票呢出现这样的一个修整 那么在修整的过程当中 也有说呢当郑州美电和玉农空股 这两只个股没有止跌的迹象的时候 没有资金出现明显的接力的时候 你不要太着急的进场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的话呢 那么对于新能源这个方向的资金记录比较深 而且呢政策的扶持力度比较大 那么这一次调整它也是基于前面炒作过于火爆 很多个股呢不管是三连板两连板四连板 包括呢像这种六七连板的 那么呢出现这样的调整过周呢 还会迎来新的轮动的机会 那么新的轮动的话可能会换一批个股 或是呢存在一部分强势个股的反暴的机会 以及呢换一批新的个股的机会 都可能 好 那么咱们呢来给它细讲一下 首先的话呢 咱们来看一下呢 例如说像我们的光伏概念板块 光伏概念板块指数呢 咱们前面给它讲到过 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平台的再一次相当突破 突破的时候呢 咱们当时就给它有讲过这样的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呢 最起码呢 它的一个上涨 如果说用产论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好 那么我们可以从1427 1200 1427这个位置的一个反弹 然后的话呢 再一次向上 向上的话呢 那么呢 发生背词而出现调整也很正常 那么我们重中之重 我们要考察的是什么呢 考察的是 在它新的调整 新的调整 我们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 作为一个参照 那么接下来走势呢 如果说跌下来反抽再跌下来 这个位置呢 或者支撑 它可能会给一个新的三买的一个机会点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 如果说跌破了这样的一个中途平台 那么它也会存在一次反抽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呢 给反抽给新高 行情延续 反抽不给新高 都会是卖点 这是从板块指数的一个视角 包括呢 像风能 好 像风能的话呢 其实也是如此 风能的话呢 其实它对应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 平台突破的话呢 当前也是一个视为呢 回落下来 考验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位置 只要说呢 回落 不破 下方这个平台的位置 它是存在反抽的预期的 那么反抽的话呢 如果说给新高 持续放量 行情延续 如果反抽不给新高 那么呢 转化为新的二脉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回落下来 它都是存在一些 低息的一个视角 重在折股和折食而已 好 那么咱们从个股的一个视角 来给大家去简单的去梳理一下 请作为一个参考 首先的话呢 咱们来看一下呢 例如说像 路效科技这类个股 那么我们考察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哪怕用传统理论视角的话呢 也可以这样去看 列数呢 它是一个斜向下的这样的平台 那么以涨停板的方式呢 进行突破 突破之后的话呢 1234 6个交易日 都没有破涨停板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说我们可以结合 什么位置呢 下方的13天均线和阻力成本线都不能跌破 同时的话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压力一旦突破的转换位支撑 它是有机会呢 再走强的 当然了 如果说量能明显的缩量了 然后的话呢 也跌破 反抽过之后呢 如果说再跌破这样的位置 那么呢 四维行情开始走弱了 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技术分析 那么再举个例子 像正泰电器 正泰电器这类个股呢 它整体来讲的从12到39 涨幅比较高 但是呢 用残论的一个视角来进看待的话呢 它又是一个大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的一个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其实它回落下来 只要说不破30块钱的位置 当然了 可能有点远了 就是呢 如果回落下来不破 这个位置呢 它依然会给日线级别的三脉的一个机会点 当然了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可以参考的是 阻力称门指标和144天均线 作为一个参考点 因为它是属于大的平台突破 更容易看趋势 好 那么小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那么就是看 当前列出了在33块8附近的位置 作为一个参考点 例如像洛阳木页 洛阳木页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我在前面 有给大家去解读过 那么这个位置留下的缺口呢 是一个跳空的缺口 那么今天高开低走 但是呢 高开低走 它并没有跌停 而且呢 有这样的一个资金接力的一个信号 那么明天如果说再往下的话呢 这类个股是很容易出现反暴阳线的 就是这类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撇开历史看当下 它是一个高位股的 就是属于高位股的补跌 或者强势股的杀跌 如果说你把历史的行情放在一块呢 它是属于大的平台突破 大的平台突破之后 给回踩不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吗 这要重点考察会不会破这个位置 就说呢 很多时候 有没有机会 能不能参与 它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你在参与之前 第一 你对这个方向 是否认可 你不能孤立的看待个股 第二个呢 方向认可的技术上 你在技术上面 有没有一个 支撑点 这个支撑点的话呢 就是说 哎 用什么方法 我能承担什么风险 然后呢 我能够在这个风险的技术上面 提前示好止损 你只要说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有这样的一个纪律和习惯 没有不可操作的行情 只有不可操作的个股 大家可以 当然这一点呢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要求更高了一些 就是呢 行情来讲 有好的时候 有坏的时候 有二八分化的时候 有八二分化的时候 但是呢 个股来讲的话呢 它一定要对照一定的方向 技术走势 和对应的一个交易体系和纪律 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 行情好坏 与你是无关的 行情好的时候 你不见得能赚钱 行情跌的时候呢 可能你会出现巨大的亏损 那么像洛阳木页这样的个股呢 它更适合这种短线的强势无反包的一个逻辑去看待 所以说呢 像这些个股呢 像洛阳木页603993 那么呢 接下来如果再往下 我的一个分析和经验来看的话呢 如果再往下的话呢 它可能会存在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后面呢 可能出现长阳反包 或者说涨停反包 都有可能 这是603993 它的一个逻辑什么 大的平台突破 然后的话呢 再看今天 再看今天这样的一个走法呢 好 它也是属于什么呢 它也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下 连这个缺口都没有破 而且呢 这样量能来讲还是健康的 好 那么像格林美的话呢 这我在前面有点到过 说呢 再往上偏离五军 可以随时先分批止盈 但是呢 如果说再往下调的话呢 再往下调 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去看 这也是大级别的 因为低点的话呢 从三块 七毛三以来 低点是来采高的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个视角的话呢 我们用 禅论的中枢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也是一个大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 中枢 形成向上离开段 那么回落下来呢 在在这样的一个 一方面呢 是前面的交替征领位 也说呢 在前面这个小的平台 大的平台 小的平台上沿 附近 那么它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支撑 如果说回落下来不破 它最起码呢 会存在一次 返筹的机会点 难 交易的难连来什么地方呢 如果说像风向标 郑州美店 和 玉龙控股 还在 下跌的时候 还在加速下跌的时候 还在持续往下 跌的时候 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的去接飞刀 如果说像这些风向标 已经遇到明显的资金接力 那么呢 个股在下跌过程当中 位置上面 相差不大 然后呢 在盘口上面又明显的 大单在进场 大单在进抢筹 你顺势把握这种超短 超短的这种提高 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这里面的话 还涉及到一些经验的东西了 就是呢 不管是用咱们 残论交易法 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大平台的一个视角 还是用咱们 牛股追金的一个视角 就是说呢 大家一定要结合 像 如果说行情环境好的时候呢 位置对了 交易的节点就对了 如果说大的行情环境不是特别好 它需要呢 位置 结合时间 而时间呢 是参考资金的时间 好 那么再列出呢 像清源 股份 清源股份的话呢 之类个股因为它在上一次冲高 也没有突破前面的11块6毛9 它的一个定位的话呢 只能视为一个 大的这样的一个鞋向上的平台内 它并并不属于突破 并不能属于突破 所以说呢 像之类个股呢 考察 如果说主力成本线都跌破了 那么呢 短时间也没有必要操作了 好 那么再往下呢 像多福多 咱们就不讲了 这是很早之前 在这个位置 讲过的一次 当时呢 用的是 也是呢 从行业龙头的一个角度去分享的 其实 当时点到过呢 其实到现在已经是 将近百分之五十六十这样的一个涨幅了 那么列出像亚太股份 亚太股份这一支哥股的话呢 很明显 它是一个 因为横盘的时间足够长 横盘的时间呢 足够长 这就决定了 这个支撑的作用足够强 那么它在六元的位置呢 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位 如果说像这类个股啊 它要是回落下来 两续两天的调整 在我看来呢 反而是好事情 如果说呢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 如果说再往下的话呢 跌破阻力车门线了 然后呢 再往下的话呢 跌破了十三年均线了 怎么办呢 不着急接入 等阳线的时候呢 站上再摆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开始没有继续往下跌 而出现了持续的资金接力 其实呢 它是已经是靠近这样的一个 低息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了 这是压代股份002284 当然了讲这么多啊 就说呢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结合第一个呢 对方向的认知 方向认可了 那么呢 我们再结合具体的个股 具体的方法 那么呢 这每一个方法的话呢 都对应的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所在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核心观点 有几个 第一个核心观点呢 对于整个新能源方向 我认为呢 当前的调整 它只是 就是还没有 还不能视为结束 它还是个开始 但是呢 这个调整的话呢 它是对嘛 对前世这样的前面资金高度 这样的一个抱团高度的 这样的一个西红效应的一次 修整和释放 那么同时的话呢 其实你自己去想一想嘛 像不管是前面任何一个板块的时候 它在 催生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出现多次的修整啊 不管是酿酒也好 新能源吃也好 包括最早的时候 像那个医药也好 任何一个板块 任何一个主流热点 它的一个运行的过程当中 中间是不是也会面临多次修整 但是修整过之后 考验的是什么呢 考验的是资金散不散 资金如果散了 你不散 就是资金都已经重新选赛道了 资金都已经整体来讲 出现这样的一个离场了 而你还在里面去坚持着 这种坚持是一种 很傻 很天真 反之 调整过之后呢 如果说资金整体来讲 它并没有擅长 而是呢 换了一些内内在的一个轮动 换了新的方向 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整体来讲的话呢 还保持这样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成绩 那么 它反而呢 会给这样的调整 反而会给新的更好的一些进场的一个机会点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和视角 当然了当前的话呢 主要是大的环境啊 不管是创业板和商量指数呢 它的一个调整只是还没有完 就是还不能视为结束 然后呢 新能源的话呢 像龙头郑州煤电和玉龙空股 郑州煤电和玉龙空股呢 在这样的位置 它呢 其实你不能认为调整一天就结束了 但是后面我们要密切关注 这类个股 它的一个资金接力情况 它可以代表资金的一种态度和 一种 对这个方向的态度 所以说呢 我个人认为 对于新能源方向 如果说再往下调的话呢 反而可以去拔我一些 存在反暴雨期的个股的机会 存在一些 就是呢 大的平台突破 下方又强制胜了 一旦遇到资金接力 又是好的一个上市的机会 反之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调整 持续高跟猛进 踏空的 你只能眼睁睁的看得上涨 只会更恐慌 所以说呢 在我看来 耐心的等一等 多去观察观察 第一呢 因为对于咱们 昨天晚上的一个 对咱们前面的观点的给他讲 龙头一倒 八腿就跑 你只要说这一步反应对了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 就等待 资金 缓过劲了 重新选 再一次选择方向的时候 我们跟上资金的步伐 这个资金怎么看呢 不要看单一的个股 一个方向标 一个是整个板块的资金效应 只要说整个板块的资金效应 始终保持在一个 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 就举个例子 像新能源车 举个例子 像新能源车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 始终保持这样的一个量能 只要说资金不散 调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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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核心什么呢 资金没有擅长 资金没有擅长的话呢 调整过之后 只要说资金起来 整个机会就起来了 那么我们再给他举一个 什么例子呢 就拿整个历史上面 整个嘛 整列个像 像医药板块指数 医药板块指数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 他的一个资金 很明显吗 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 他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资金 只要说资金没有擅长 就是资金没有擅长 那么行情就延续 后面的话呢 再出现调整的时候 会发现什么呢 资金一次不如一次 一次不如一次 一次不如一次 反弹 回落再反弹 回落再反弹 资金一次不如一次 那么就是属于资金 资金擅长了吗 那么如果说 你不看大的方向 不看大的资金的一个层面 聚焦到具体的个股 你盼星星盼月亮 手压手压手的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再给他举一个 例子什么例子呢 好 再列说什么 再列说像5G 我们来看5G板块 只说的历史 就说呢 他只要说保持这样的 资金不擅长 他的行情又不擅长 但是资金擅长了 那么行情就是反弹一次量能 跟上一波量能相比 缩减的 反弹一次量能 跟上一次量能缩减的 那么就不可能 有这么高的期望嘛 包括当前 为什么说 还要观察后面的量能 能不能有效的放大呢 有效的放大 那么这个板块当中 牛股就会背出 量能不能持续的放大 那么呢 反弹一下 向前面反弹一下 跌下来 反弹一下跌下来 我们就看资金 好 这是咱们今天晚上 给他讲的这样的一个 内容 所以说呢 一方面我们 我个人认为 整个新能源方向后面 还会有反复的炒作 第二方面呢 当前的调整 只要说 风向标 没有资金揭秘 或者没有出现新的 新的龙头 没有资金的这样的一个 逢庸而至 没有必要呢 太着急 第二个呢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反而去耐心的去 精选一下个股 然后呢 来去提前做好准备 而不至于 当再一次出现反弹的时候 出现大面积上涨的时候 出现涨停操的时候 你再想着去追 又会什么呢 又会得不偿失 好 这是咱们今天晚上 给大家讲的 主要的内容 就说呢 再往下进行调整 可以呢 精选个股去准备者 如果说位置 结合我们的交易模式 结合自己擅长的 这种交易方式 它的位置对了 再结合它的一个 资金面的一个公正 基本上的话呢 胜率会大大提高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好 再见